好 來 掌聲歡迎 嗨 我是第一次來 然後第一次參加這個十分鐘的分享 所以等一下分享的內容可能就是 如果我講的有點錯亂的話 就是大家自己組織一下這樣子 對 就是我的標題 叫Change 為什麼要叫Change 因為它代表兩個意思 一個是改變 一個是交換 改變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改變的觀念 那交換的意思呢 就是指說 今天來這裡 然後我們互相交換我們的想法 或者是互相交換我們的故事 這是我的主題的想法 可以幫我按下一張嗎 謝謝 我可以自一下 好 這樣嗎 OK 好 這句話是我一直到現在 還是沒有改變過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始終相信改變 我也相信某些東西是不變的 所謂的改變是指說我覺得 只要 剛才我記得有一個人有提到 只要我們有信念 你一定可以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至少在我現在 我身上是一直都實現的 那我說一些不變的東西是 你只要堅持你的想法 不變就是不會變 比如說我剛剛所說的保持你的初衷 保持你的夢想 只要你不改變你就一定會 就是可以實現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這樣 好 那這句話呢 是我一直以來 就是從小到大 那我一直反問自己的一句話 就是你這一輩子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其實我在很小的時候呢 就是我就想好了 在我國小階段我就已經想好 我這一輩子未來一定要走走的一條路 沒有改變過也沒有第二個選擇 就是我想要做的是 設計 這個可以證實的是 就是剛剛那個Jolin那一位 因為我們是國小同學 就是他是我從小到大 就是一直看著我們一起 互相看著長大的 那他就是可以知道 就是我從小就很喜歡畫畫 所以呢我就覺得我大學高中 都要一直走設計上來 包括我以後的職業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當然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選擇廣告設計科 而且我就覺得不用學數學很好 不用學英文很好 就是只要稍微一點點會就可以的這樣 對我來說是覺得 真的人生太棒了一件事情了 那我覺得在這個領域上呢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熱情 就是我能一直 你要我一直不睡覺也可以 然後做到真的是 累到躺在地上 手在發抖 我都覺得心滿意足 因為我就覺得 這是我很熱情的一件事情 像比如說我們搬了 那時候我大學的時候 我們幫那個世界展望會 做了一個祖長館的活動 是完全沒有收取任何費用的 那我們花了整整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在規劃 在製作 沒有收取任何的費用 然後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我也覺得心甘情願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這是我 就是熱情的所在 對 嗯 那時候當下的狀況就是這樣 就是搞得大家好像 就是 好像油漆工啊 什麼都要自己來啊 這樣子 好 我放這張圖呢 是因為 一直讀到 大二 大三的時候呢 我接觸到了一個 志工的團體 那個團體呢 就是很簡單 它就是去帶活動啊 跟小朋友做接觸啊 類似等等這樣 那我接觸到的一個小女孩 她是一個 在深山裡面 她 嗯 父母離異 對 那她看到我的時候呢 就是一開始我也覺得很熱血 就是我們要去幫助他們這樣 可是其實那小女孩看到我的時候呢 她並沒有 她並不會講任何一句話 我們待了三天 她到第三天的時候才跟我講 講話這樣子 那我要離開的時候呢 她是淚流滿面的 就是抱著我希望我不要離開 然後她稱我為媽媽 那時候其實我會覺得 喔 我的心好痛喔 就是 她好不容易打開心胸了 接受你了 可是你卻要離開了 之後呢 我到第二年的時候 我又回去同一個 就是我們會回去同一個學校 去帶這一群小朋友 那這個小朋友呢 第二年她就長大了 她有她自己的想法了 她稍微懂事的這樣 可是其實那時候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也是淚流滿面 我的淚流滿面 不是不捨得 而是我覺得 我能做的很少 因為我只會設計 對 然後我能做 就是我花時間去帶他們活動 陪他們 那時候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思考一件事情 設計到底 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 她就是單純的把東西做出來 如果你不是 你如果沒有在旁邊講解 或者是你沒有什麼東西 她其實沒有辦法去 去改變一個人 或者是改變人的心理的 你也許可以讓她的生活過得更好 是沒有錯的 這她是有某一部分的影響力 所以我那時候開始思考 我可以多做些什麼 或我可以改變一些什麼 在我身上去影響世界上需要一些幫助的人 那時候呢我就想了 好 那我從教育這一塊開始 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要 我選擇就是大學研避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大三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所有課程都修完了 我就覺得我大四畢業 我就要去設計公司應徵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因為我為了要修教程 我就必須要研避一年 所以就跟我媽講說 我就研避吧 所以我就修教程 然後選擇當老師 我就覺得我可以在學校裡面 至少修教育 我可以透過教育 多去改變一些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進到了學校教書 進到學校教書之後呢 我就發現不是這麼一個回事 前輩們就直接跟我講說 台灣的教育 考試永遠主導一切 我覺得我教的是藝術 我覺得我教的是他們的熱情 因為我學習的是畫畫 所以我教給他們的是一些 比較藝術性質的東西 那我覺得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活潑 然後可以開發他們一些 心理層面的東西啊等等之類的 結果一進到裡面 我教的是 就是領域是高中子的學生 就是他們已經是長大成人的那個人了這樣 結果我進去之後呢 他們每天就是埋頭畫 一直畫一直畫 然後只畫考試題目 從高一開始 那也許每個學校不一樣 因為就這個學校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又開始思考了 進到學校裡面 你要真的要去改變這個制度 其實是很困難的 靠你一個人的力量是很困難的 當然你還是可以多做些什麼 還是可以改變些什麼 所以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個 就是我那時候同時學了另外一樣東西 叫戲劇 在場剛剛有很多人有提到劇場這件事情 沒錯我本身也是一個劇場人 就是當時候呢我覺得劇場裡面 它包含的是藝術的總和 它包含了音樂 它包含了影像 它包含了燈光 包含了平面設計空間設計 你所有想得到的 都可以在劇場裡面做呈現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是想要到劇場裡面 做幕後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我擅長的 然後也是我興趣所在 所以那時候呢我就覺得 我就是要進到劇場裡面 我覺得 那時候我也是因為看進到劇場裡面 然後起雞皮疙瘩的感動 我覺得當下的那個感動 是你很難從電視裡面氛圍去透出來的 唯有你自己踏進去 你才會知道那個當下 你的心裡有多震撼 那一開始我進去呢 團長就跟我講一句話了 他說我們劇場進來有一個條件 你必須是目前的人 你才可以當幕後的人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在幕後工作 你可能在幕後播個音樂之類的 突然間你就被cue到 然後就要開始唱歌之類 或者開始表演 就是他要劇場的 在那個團體裡面 每一個人是全方位的 每一個人都要會演戲 每一個人都要會表演 每一個人都要會跳舞 不管你是目前還是幕後的 那一開始是 我是抱持著排斥的現在 或是抱持著其實目前是玩玩的 所以我當然也跟著做訓練 可是訓練過程中呢 我開始發現 因為我自己是演員 所以當我退到幕後去做 比如說我在播音樂的時候 我在做舞台設計的時候 我可以懂得 這個演員他需要的是什麼 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氛圍裡面 他會受到什麼樣的情感 因為我在幕前走過 所以我退到幕後的時候 我可以懂得他們的感受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很感謝 他們有這樣子的堅持這樣 那我會選擇走進劇場 也是因為我覺得 在學校教育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是要拉很長的時間 你才可以去影響到一個人 可是如果你願意走到劇場裡面 你可能因為一出戲五分鐘十分鐘 你就可以改變你這一生人 整個人的想法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不管是在學校裡面 不管是我做設計 不管是我在劇場裡面 我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去改變一個人 或者是改變這個世界一點點 這樣我相信在座很多的人 也都是跟我一樣的 他們透過你們的專業 然後你們想要去改變這個世界的 某一些東西這樣 那我最後想要分享的是 很多人問我 我現在到底在做些什麼 其實我現在是在一個啤酒 有專賣啤酒的店裡面 各國啤酒的店裡面做設計師 大家就開始疑問了 為什麼我不做劇場 為什麼我不進學校教書呢 很多疑問對不對 對 我有機會進到學校裡面教書 但是我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 一個老師沒有在社會上混過 你怎麼去站在台上 很跟學生講說 你在外面會遇到一些種種狀況 尤其是我是一個做設計的老師 那我沒有在劇場工作呢 某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就是很現實 劇場養不活每一個人 劇場每一個人都需要 劇場每一個人都需要在外面工作 在外面努力 才有辦法養活自己 所以在這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改變可以從自己做起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有空的話 你可以走進劇場 唯有你自己走進去 你才可以體會我今天想要帶給你們的東西 這樣 那你用五分 你用三分鐘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三分鐘的提問 來 朋友們對勛容的分享 你們有什麼好奇的部分 想要多做深度的了解 我一開始沒有這麼的偉大 我的想法沒有這麼偉大 我只是覺得我只想要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唯有你自己真的熱情 你才有辦法走一輩子 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也覺得是印證這句話 就是唯有真的熱情 我才有辦法一直每天起來工作 可是當然我現在遇到的狀況是 我必須養活自己 所以我當然要做另外一份工作 我再跟現實做妥協 我要退讓一點點 我才有辦法再更前進 那我說的那個部分是 就是我想要改變這個世界是一點點 是因為我遇到的那位小女孩 我覺得我應該要多做些什麼 可能社會上有很多個女孩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某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在那個大學過程當中我們去旅行 在台灣搭便車旅行 那過程當中我看到了很多在台灣 在台灣很深入的點是需要人家幫助的 包括我自己是很鄉下出生的孩子 所以當然我希望我把我自己所學的東西 帶回去我的家鄉 能為我的家鄉做些什麼 這樣 你上一個工作室在上劇團 對 他是上劇團 我現在也ING當中 ING當中 對 就這樣吧 你那一個工作室在上劇團 你現在要想到下一個階段要做什麼 下一個大方向 下一個大方向嗎 嗯 目前的 我目前自己設定 我需要在社會上歷練一陣子之後 我想要開始走入教育界 因為我現在偏的是設計 教育當然稍微少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當我覺得我在社會上 就是大概看得差不多了之後呢 當然不能一直離開教育太遠 因為如果你一離開的話 你會 就是你會變生疏了 所以我下一個目標 是我可能回到學校裡面 或者不一定在學校裡面教書 我會想辦法就是 再接近教育一點點 再更接近一些 需要被關愛的人 或需要被教育的人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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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